在社区有许多长辈常常会因为行动不便而不想出门 整天闷在家里 长久下来不只对身体不健康 心情也不美丽 三明区安东里的社区据点就安排了一系列的丰富课程 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不但能活动筋骨也能开心交朋友 引发长辈拿着毛巾左拉右拉 看似简单的动作却能大大帮助长辈延伸筋骨改善体态 安东社区发展协会在里长的安排下 让专业的老师带领大家做毛巾操 也让长辈走出家门动动手脚 让身体变得更加灵活 其实毛巾操也可以来做肌力 所以我们刚刚在下肢的肌力部分 我们就做了抬腿跟侧抬腿 那这样子可以训练他们的一个防点 那我们希望说毛巾操除了伸展跟肌肉活动之外 我们也希望说是可以用在比较属于预防跌倒 然后让长辈在家里都能够很容易的操作 随着年龄的增长 手脚变得不灵活 也可能肌肉无力 走入容易跌倒受伤 安排这样的活动可以加强肌肉的训练 也让他们到社区据点与邻居朋友聊聊天 活化他们的身心灵 今天是我们的公怀据点是每逢星期一二四的三天 我们今天的公怀据点由我们的吴老师来带动我们的圆管私人的一个课程 是我们的长辈能够圆管私人能够健康快乐 以前走路都这样的 现在走路都抬头挺胸的 所以很好 谢谢老师 帮我们做运动 很感谢里长 帮我们社区给我们老人有时间来这边运动 做一些运动 画画图 做很多事情 比较乐观 不会像在家里看电视被电视看 社区的长辈在家久坐经常导致腰痠背痛 透过社区安排的活动以及课程 让地方长者可以与邻居朋友到社区据点走走 参加活动 不仅能照料长者们的身心灵 也增添生活新乐趣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